心啊你 貴啊你 我都在說 算了算了 我有時候都懶得回答了 隨上說懶得回答 卻依舊炮轟中央不嘴軟 邢中央孫昌日前說 台灣防疫成果傲人 是舉世偷偷的伏地 卻依舊沒檢討3加11 是不是疫情破口 到現在為止 他們不敢公布 規讀紀錄就是這樣 我就很想說 這個到底是哪一個 醫學專家同意的 是怎麼同意的 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更嚴重了 指著中央鼻子罵 但自家局處爭議又一樁 公務局公園處長黃淑儒 遭議員徐立信爆料 擔任副處長時任用三位家人 兩位哥哥跟侄子 分別擔任繼公及駕駛 還把表姐妹提拔成科長 升任處長後 侄子女友也進了秘書處 五個家人同單位上班 難道是寄生上流北市版 每天都是在當中前面 推人去蓋印章就好 這些人家一家 依照我們目前防疫的規定 年夜飯都可以辦一桌 對此公園處澄清 人事禁用都按照公開 真實標準 不是黃處長使用職權任用 也非擔任重要職務 只要合乎法規 人人都有工作權 市政防疫蠟燭兩頭燒 隨著疫情趨緩 北市十月一號開放公園 兒童遊戲場 十月五號起 只要學生接種疫苗 滿十四天就能辦校外教學 不過需要同班同車 司機領隊導遊等 繳交健康聲明書 用餐的部分 以一人一個餐點為原則 所以我們一定會要求 他們在招標的時候 就選擇符合規定的餐廳 而不用特別有自己去帶隔板 另外就單日往反為優先原則 防疫規定 隨著疫情持續鬆綁 同時市府螺絲可不能跟著鬆 環園新聞 郭斯文 廖品鈞 台北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競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